吃完 民洋公司工廠爆炸 造成大量伤亡 但从通报火警到发生爆炸 中间经过半小时 为何没有完全疏散员工 屏东县政府召开记者会追究原因 从中开罚 屏东县长周春明指出 依照民洋申请的规定 厂内只能存放100公斤的有机过氧化物 不过调查后 县府发现厂房超标存放3000公斤 打管制量30倍 另外在存放时也没有依法独立存放 将开罚30万元 县府提到民洋进口三种过氧化物 但火灾当时却只有提供一份安全资料 让救灾资讯不明确开罚60万元 而在火灾现场 民洋并没有指派专人协助救灾 县府将重罚150万元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明正的 严正的来主张 也会做相关的一些调查 配合追究民洋公司管理权人 还有相关应该负责的人 公共危险的罪责 公共危险的罪责 还有过失致死 民洋工厂大火酿成大量死 上次导致25号民洋股价重挫 跌停75.8元所死 母公司民安也难逃跌停命运 不过民洋被指出有三项严重违规 幸福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天新闻林正儿黄振杰 屏东三文报导 羽毛周密手 羽毛周密